什么样的人是爱神的人呢? 约翰一书的主题是与天父相交 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 其实要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 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听祂的话 那神在圣经里面命令我们要彼此的相爱 所以这个爱跟能够与上帝能够来相交 是有直接的关系 当我们真是来爱神听上帝的话 那我们就能够当然跟神有美好的相交 今天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七到九节 亲爱的弟兄啊 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 乃是你们从起初受的旧命令 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 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 在祖是真的 在你们也是真的 因为黑暗接电过去 真光已经照耀 什么是旧命令呢 旧命令就是在旧约的律法里面的一个总结 有一次法利赛人要挑战耶稣 他就说律法里面这么多条 什么是最重要的 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把律法归纳成613条 那这么多条里面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有时候你守这一条另外一条可能就没有办法守到 所以就要守那最重要的 耶稣就说啊 这个律法的总结 总纲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心尽意的来爱神 那其次呢就是要爱人如己 那这个就是旧命令 而在新约有新命令 这个新命令是在耶稣要上十架之前 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办法的 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的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的相爱 那新命令跟旧命令有什么不一样呢 都是在讲爱心啊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新命令的爱的那种方式 爱的尺度 就是好像耶稣爱我们一样 耶稣是谦卑的爱我们 耶稣是牺牲的爱我们 那我们彼此弟兄姐妹相爱 也要学向耶稣基督那样子的爱 爱不只是一个惯例 而是一种心态 不是说我只是奉献一些金钱给教会 可以维持教会这个机构 那是我愿意在神的面前委身 来爱弟兄姐妹 爱不只是一种情感上的表达 而是一种意愿 好像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这个爱不只是一个情感上面的表达 而是一种意愿 今天我们基督徒 外在的一个记号 那就是我们都有受洗 受敬 那这个是外在的 外在圣上是可以作假的 不过基督徒真正的记号是内在的 而这个内在的记号就是彼此的相爱 当我们有耶稣基督那样子的生命 我们就能够彼此的相爱 而这个就是内在基督徒的真正的记号 是没有办法作假的 耶稣说 当我们有彼此相爱的这样子的心呢 众人看到我们彼此相爱 就能够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 爱不只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 而是有实际上的行为 好像耶稣基督 他道成肉身 来到世上为人生命 当我们有神的命令 我们又去遵守 这个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 我们去遵守 那就代表我们是爱神了 爱神的人呢 必蒙天父爱我们 耶稣也要爱我们 并且要跟我们显现 所以要与神相交的话 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 那就是彼此相爱 愿神祝福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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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